由动漫衍生而来的公仔玩具设计 近几年来在台湾相当盛行 今天起在台北市华山创意园区 有一项国际性的玩具创意设计大展 来自各国精彩的公仔设计 吸引了大批的收藏家和动漫迷来参观 一大早 华山创意园区外就大排长龙 全都是等着要去参观台北国际玩具创意大展 从动漫衍生而来的公仔和相关玩具设计 成了近几年相当亨的创意产业 不少漫画家因此转而设计起公仔 像在国内拥有大批书名的漫画家阿推 就把他的漫画角色从平面转成立体 立体的玩具它其实有很多的面向 对于我们的挑战等于有一点像雕塑 或者是挑拖以往的视觉的效果 目前像阿推一样 从事公仔设计的漫画家和设计师 全台湾不到30位 但却在逐年成长中 而过去少见的女性收藏者 更是增加了不少 台湾这两年几乎女性投入这个 不是只设计 我是准收藏了大概成长了30% 玩具公仔让文学名著里的小王子立体化 就连密苏利达姆里的小护士都变成了玩偶 根据统计 日本动漫产业 每年的产值是钢铁产业的四倍 延伸出的玩具产值更是不容小觑 虽然台湾在这项领域中才刚起步 但专家认为 只要给予设计师一定时间的酝酿期 未来的产业发展相当可观 推动创业产业 你要先考虑到这些创作者的酝酿期 这酝酿期里面如果没有让他活下来 他就是死 所以当他有创作的时候 政府要协会在创作中帮他 在这里面协助他推广 除了熟悉的米老鼠 像星际大战 三百壮事里的电影角色 也都化身为造型逼真的公仔 这项结合20多国设计师作品的玩具创意大战 今天起在华山创意园区展出 要让动漫迷过个欢乐的暑假 记者苏小庄之城台北报道